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来进行的是微积分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 叠积分的顺序兑换的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一个台大财经所的考题 这是一个辖积分的处理 那么题目是这样说的 这是零积到无限大 这是一个辖积分 然后上面是exponential 下面是x 那么它已经帮我们假设成 它是一个重积分 那么现在问A是多少 B是多少 然后在最后利用这个方式来求 因为如果没有利用这个方式来求 它是非常的困难的 那么我们就依照题目的意思找出来 A跟B是多少 先把AB找出来 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着手 这是一个叠积分 那么我们先把它的这个区域先看一下 Y的范围是由A到B X的范围是由0到无限大 我们把这个图先做一个 就是先画出来再说 Y的范围是由A到B X由0到无限大 好 那它的区域是一个横的一个带子 无限长的 那么现在我们从这边开始着手 来我们看 这是这个题目 那么我们希望它要怎么做呢 要把它改写成这个 改写成这样子的形式 问AB是多少 那AB应该是多少呢 来我们继续做下去 直接的话呢 积分好了 直接积分 0到无限大 这个地方对于Y来说 来积分 那就相当于要把它照抄 然后释出一个 负X分之1 然后范围由A到B 来我们范围画一下 A到B 外面还有一个什么 DX 现在把这个B带到Y里面去 BA带到Y里面去 做一个相减的动作 好 那我们看一下 B带进去是什么呢 负X分之1 1的负XB 减掉负的 那就是加的咯 加了X分之1 1的负AX 好 那这个我们写好了以后 外面还有一个DX 来我们整理一下 跟最前面的来做一个对照 现在的话 全部把它画成一个合并起来好了 分母为一个X 上面的话呢 是1的负AX 减掉1的负BX DX 来请比较这个 这个 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我们发现A是多少 A是1 来我们写下去 A是1 B是多少 B是3 写下去 好 那么我们终于已经求出来了 A跟B是多少了 然后他现在希望我们怎么做呢 要利用这个式子 利用这个方式来求这个很难的 困难的积分 那么怎么看呢 来我们来继续往下做 这个题目 我们已经算好了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我们知道它是 A跟A等于1 B等于3 我们就直接套进去 A跟B就套进去了 算这一个叠积分 我们知道 到时候算出来会有一个非常困难的算式 那么我们不如想几个办法 就是进行的是顺序的对调 那么顺序我们DX DY把它换一下 来我们换一下 这个函数不动 这边是DY DX 我们写成DX DY 好 现在我们来看 X范围是哪里 X的范围是由0到 无限大 我们这边就写0到无限大 Y的范围呢 是由A到B 这个地方A是几呢 A是1 B是3 所以由1到3 好 我们就来进行的是这个算式 这是原来的这个顺序 我们把这个顺序对调了之后 我们发现这0到无限大是1到3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做里面的 先做内部 对X来积分 对X来积分 外面先照抄好了 对X来积分 那就会多出一个 负Y分之1 然后1的负X 负XY 范围由0到无限大 然后这边有底Y 这一步就是把无限大 带到X里面去 0带到X里面去 我们发现什么呢 我们发现1的负无限大 1的负无限大 铁定是0 不用考虑了 所以这是前面的话带进去 没有问题 后面是减掉 1的零次方是什么 是1 1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减的话这边就变成正的了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了 这就变成了Y分之1 然后底Y 再过来呢 我们这边都知道 这边是Nature Log了 LNX了 这边当然是Y的话 就LNY 范围由1到3 所以等于LN3减掉LN1 L1不要写了 因为它是0 所以我们积分积出来了 我们把一个很困难积分的一个题目 透过一个怎么样呢 透过一个顺序的对调 改成叠积分 然后算出来 注意的是这边我们要做一个对调 如果不对调 就很难算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交大科管所的一个考题 那这个题目没有辖积分 但是它会碰到一个很难积分的一个函数 这是高等函数 如果我们直接硬做 我们是没办法积出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的是什么呢 顺序对调 好 我们先画出的是一个直角坐标 先画Y好了 Y等于1 怎么画呢 横的一条线 Y等于X呢 是一个45度小的线 所以Y的范围是由这条蓝线到红线之间 X的范围是由0到1之间 所以这边是0到1 那么这边我们知道它的坐标是E 我们的积分区域就是这一块 这是这一块 这一块蓝色的区域 好 那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怎么做呢 这个函数太难积分了 我们来做一个对调吧 来怎么对调呢 各位同学 我们不能够直接范围直接对调 对调出来结果是不对的 我们要从意义上面来着手 如果说这边是SineY平方 不要理它 DXDY我们把它对调 顺序对调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了 X的范围是什么 刚才我们说Y的范围是由下到上 X的范围就是由左到右 我们要把它的名字找出来 它压在这条线 这条线的名字叫做X等于0 这条线叫做X等于Y 所以我们这个X的范围要写什么 要写X等于0到Y Y的范围呢 Y的范围是由下到上 一定是数字 极下的数字到极上的数字 X这是Y是0 这是Y是1 所以这边写一个0到1 我们来试一试 如果这样的做都做不出来 那这个积分就做不出来了 现在我们发现 里面的这个函数 里面这个函数 跟这个X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就直接加一个X就好了 那么我们里面的积分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 外面先抄一下 里面的积分跟X无关 就加一个X即可 加完了以后 我们的范围是由0到Y 外面还有个底Y 好那现在把它带进去 把0带进去 我们发现这个太漂亮了 为什么呢 因为0到1 YsinY平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救命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底Y 因为里面的微分是多少 是2Y 这边的话呢 我们发现 这个地方就可以 透过一个变数变换的观念 直接写答案了 好继续写下去了 这个就直接积分了 怎么积分呢 这边多一个2 我们补一个1 2分之1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就直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负口SinY平方的一个微分 所以这个微分就是里面的 各位同学不妨试一下 负口Sin的微分就是Sin 再乘上它的连锁率2Y 抵消掉了 没错 范围是多少 0到1 现在再把1带进去 扣掉0带进去 那么 这个地方来说 1就直接写了 负口SinY 减掉这个1分之1 这是什么 0 Cosin的0是多少呢 Cosin0是1 Cosin的1呢 就是CosinY 我们不要再动它了 因为这个1是弧度 所以我们就直接 就这么写着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把它并在一起 是怎么写呢 就变成了1 减掉CosinY除以2 那么这个题目 我们利用的是一个 顺序的对调观念 把它算出来 如果不对调 这个题目就做不出来了 注意的是 这个图要会画 现在我们再来看了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看起来比较难一点的 那它对我们很好的是说 它给我们的提示 怎么说呢 它有两个题组 这是两题 它先告诉我们 要我们算这个 A的X字方的积分 那各位同学会不会算呢 这个其实也不难 这个是指数函数 这一般的 它不是那个欧拉数 我们积分的话呢 就直接写了 积分 前面要补上一个什么 Nature log A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能如果忘记了 这怎么积分 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指数函数的微分跟积分 这是AX 然后补上一个什么呢 LNA分之1 然后范围是什么 0到3 LNA保留着 这是A的三次方 减掉A的零次方 就是1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想到这个地方 这地方很像 这个题目很难 跟各位同学说 直接积分 非常的困难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想呢 我们可以这样想 我积分这个 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么这里边就可以把它写成 一个另外一个积分的式子 这里是 这边是X 我们把这边A 全部换成了X A换成了X 这是X三次方 减掉E 是不是跟这题目很像呢 好 那么我们心里有底了 A要换成Y 来我们把这个题目 内层的 把它划成另外一个积分 0到1 这边写一个 0到3 这边A的Y次方 X的Y次方 然后这边是 底Y 这边的话 是对这个的指数来微分的 外面再来一个 底X 这个题目 就完全改造成这样的形式 各位同学看一下 有没有疑问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对Y来积分的话 就相当于 就刚刚的这个题目一样 好 做到这个地方为止的话 我们还是很难的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来一个顺序对调 我们发现这个范围是什么 这是一个 矩形 矩形很简单 顺序对调 就直接对调就好了 它没有 那没有函数 我们就给它直接做一个对调 0到3 0到1 这个地方函数不动 直接后面对调了 这边X跟Y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边是YX 好 现在我们对X来积分 这个简单 这就直接就是多项式的题目 我们就0到3 然后这边就变成了次方 拉高一次 然后底下垫一个Y加E 范围由0到E 底Y还要写下去 好 现在把1套到X里面去 0套到X里面去 我发现只剩下干干净净的Y加1分之1 那这是什么呢 这个积分 分之1的积分就是LN 就是Nature Log 所以这边就是LN Y加E 范围由0到3 3带进去就变成LN4 减掉LN1 4 直接写 1就变成0了 这边就直接写LN4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利用的是 他的这个给我们的提示 把一个很难的题目 透过这个叠积分 然后顺序对调之后 得出他的结果 那么这种技巧的话呢 各位同学不妨可以学一学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就是所谓的 叠积分顺序的交换 那么我们的这个解题的要领 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他这个题目是一个 非常困难的一个叠积分 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 要把原来的范围 要先画出图形来 依照他的意义画出图形 然后再由这个顺序对调了之后 再由他的这个图形 再转成范围 那么原来有一些不好积分 真的甚至根本不可能 积分出来的一些积分式 我们常常可以透过什么呢 顺序的对调 或者是把一个一重的积分 把它变成了二重的积分 然后对调了以后再算出来